楊 左邊小右邊大 寫字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注意外形 外形像了 再來就是注意筆法 很多人寫字旗都一直在注意筆法 後來發現整個外形都跑掉了 至少要50%來注意外形吧 50%的心力注意筆法 外形 這是密密麻麻的 裡面如果這樣看 你會發現說 武昌說的粗細其實 差距還蠻大的 明明就是傳書不是說要長得一樣嗎 到底是會覺得說他真的是厲害 突破了我們對傳書的看法 所以這個偉大 為什麼偉大 因為沒人做得到啊 誰敢這樣寫 他能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樣子確實偉大 那偉大的藝術家 本來就會超脫一般人 如果跟我們一樣就完了 反正因為密密麻麻 你會發現筆法有時候沾黏住就算了 反正他這裡面都一直沾黏了 好 好 這個是凱書的標準筆劃 其實可以先寫中間一書 傳書有時候不用考慮凱書的筆順 因為一點關係都沒有 凱書比較晚出來 傳書早出來的 你管它 傳書雖然說沒有什麼刻意的筆順 但是總有些方法寫起來比較好寫 你自己挑習慣好寫的方式來寫 我的方式不是唯一的 這個圖倒是從前面到這裏最特別的 為什麼 這個圖倒是從前面到這裏最特別的 上面長下面短 好像之前都不會 之前好像都倒過來 長短就倒過來 這個字倒是不一樣 突然好細 這突然又好重 這次寫的比較短 這次寫的比較短 這個上面比較短 這個上面比較短 剛好這支紫 下面又拉得特別長 變成這個字 結構被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上面還是抓緊 總心這樣才會偏上 這剛剛也寫過 你看大樹瓦加相同的字 一再出現 他就會想辦法寫的不太一樣 弧度 就可以稍微大一點 一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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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粗一邊寫 一邊粗一邊寫 武昌說才會這樣寫 別人其實都不會 轉書 基本上還是講求對稱 所以這個如果寫一陣子 發現自己越寫越歪 就要回去寫一點 正常的話 這種轉書 自由度太高了 這些圖又拉很低 弄得很細很長 這個就跟 這個氣質純粹變化 因為這個字實還太多次 他不得不做一些 怪裡怪氣的 做一點小小的差距 什麼太短了 什麼太短了 好 寫得太快 好 這個字寫過很多次 只有一次比較沒有瑕疵 其他都有沾黏的情形 比如要跟筆畫 互相沾黏的 這個就沾黏了 這個應該是生出來 這裡不要黏住 這裡跟下面這個 筆畫就硬被黏住了 我沒有黏住 心底還是有障礙 這裡整個都黏死 如果你靈鐵的時候 黏死其實是對的 但是我剛才講說 人都有障礙 這裡又黏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 他怎麼可能寫不準 這是不可能想你知道 肯定是故意的 即使不是故意 他也認為這樣 應該不是問題 這次寫得比較短 反正下面那個筆畫生的長 重點還是左邊長右邊短 還不一樣 這個遺寫得有點垮垮的 腿肺掉的感覺 腿肺掉的感覺 腿肺 這個糊塗也未滅 這整個是拱橋 這樣 這次圖寫得低一點 不止低一點 是低很多 在最低下 這就是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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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你 太黏了 這一次頭就寫得比較小 頭小身體大 這裡為什麼要黏住 就覺得怪 它可以間隔分得漂亮 它就沒有做 雖然吳昌碩在寫字的時候經常黏起來 如果我在創作 我大概不會用它這個做法 因為我覺得 有商量的空間 似乎沒有必要做到整個黏進去 稍微碰到還可以接受 它有些筆畫真的黏太死了 像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自己再世俗化一下 我的觀眾是現代人 現代人對書法藝術的了解並不是很深 所以有時候在寫的時候會想說 人家看不懂 每次做那個好像全世界只有自己會的東西 有時候覺得怪怪 所以我大部分還是寫得比較傳統 有點傳統的法度比較多 這樣子比起來就會覺得比較沒有開創性 這是考量的問題 如果你考量藝術市場 當然就要有開創性 如果你考量的是大眾市場 當然就可能要 大家都看得懂嗎 大家都看不懂那一寫寫那幹嘛 有發現他故意沒接好 漢 漢 漢 他這次手倒是寫得比較 重心比較高 因為他的習慣是左低右高 這個字其實就不像他的習慣了 兩邊都偏高 兩邊都偏高 我覺得他寫得有點重 前面就拉得有點長 前面就拉得有點長 弧度 圖 寫這個傳書的時候 如果一夜深人靜 只有你在寫字 其實某一種聽 你可以聽到那個沙子的聲音 那個紙被你磨過去 那個沙過去的聲音 實際上是聽得到 一夜深人靜 你可以找個一夜深人靜的時候 聽聽看你那個筆寫過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沙過去的聲音 那個就是寫字的力道 那跟用力沒有關係 是速度 直 墨量 然後摩擦所產生的效果 不過四周一定要安靜 才聽得到 你很吵 再怎麼殺都殺不到 然後聲音出來 自己聽得到就好了 別人不一定要聽到這種聲音 聽聽聽聽 我應該找一個 一器貼在紙上試試看 說不定可以錄到那個沙子 指 鼻 這樣互相摩擦所產生的 指的那種沙過去的聲音 沙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不是給我一個聲音 就是給我一個聲音 從前往 到後面 一個聲音 我應該找到 還有一聲音